有一个问题,令我疑惑不解,始终不得其答案啊,我们为什么不接入世界网络?要将网络局限封闭起来呢?按理说,我们有这么优越的社会制度,有这么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有这么为民谋福祉的政府和日益高涨的人民幸福感获得感。 我们为什么不向外展现和输出我们优秀的价值观呢?如果说怕反华势力渗透破坏,那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为什么不怕呢?没理由啊,我们优越的制度衍生出来的大国自信和风范,那么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都到哪里去了呢? 要知道,连接世界网络,我们可是有先天优势的,我们14亿人就如同14亿个宣传员,可以将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一心只为人民谋幸福,任劳任怨,毫无私心的政府的事迹和后发赶超越来越强大的祖国呈现给世界人民,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邻的我们这一大国的自信担当和风范,引领着世界走向文明。 可惜啊,我们一直将网络极限封闭着,不与世界网络接轨,不仅无法将我们优越的制度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幸福的人民生活等优秀的东西向外输出,反而会让世界有一个错觉,好像我们封闭网络是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太怕世界知道。 我的祖国啊,开放网络吧,展现您大国自信和担当的风范吧。 你要相信,14亿宣传员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将会是崔库拉朽所向披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